快要过年了,老妈淹了五柳丝做小菜,正好拿来做我最爱的五柳炸弹吃锅浪号锅浪号。 五柳炸弹是一道传统粤菜,老广东人很熟悉,大热天去茶餐厅,一份五柳炸弹,一份青菜,地中炖汤,简简单单,美味可口,好不介意,炸弹,光听名字就挺意思了。 顾名思义,就是要旺火油炸,将鸡蛋炸至蓬蓬胀胀胀的,蛋白酥脆,蛋黄嫩滑,再趁热浇上五柳酸甜汁,酸酸甜甜,很是开胃,用来送饭一流,说它是老广之爱的下饭菜。 五柳,黄瓜,红萝卜,桥头,姜等或者是其他种类,酸酸甜甜的,口感软绵,织起来像果斧一样。 现在市场上很少有专门的五柳卖,都是散装卖,或者在超市里买现成的瓶装五柳菜。 也可随自己喜好选择几种材料来搭配,像我们家就是自己腌的,用一点酸姜,酸芥头,配上红椒丝,胡萝卜丝,酸酸辣辣的很惹味。 在家做菜随自己心意,最主要就是好吃,和自己胃口就行。 酸甜汁就很简单了,瓶装五柳菜的汁就是酸甜汁,可直接使用,或者用米醋,白糖和适量清水调配成。 这道菜在广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,他们习惯用番茄汁,我两种方法都试过,都挺好味的。 将两颗鸡蛋打入碗里,鸡蛋可炸一个颗一个,也可以一起颗进碗里然后一起炸。 后者会粘成一大片,随个人喜欢,准备好五柳丝,锅里适量放多些油。 带油烧热后,将鸡蛋入锅,可见鸡蛋膨胀起泡,翻个面继续炸,两面都成金黄色后捞起沥干油。 摆入盘中,将锅里的油倒出流少许。 下午柳丝略炒下,倒入酸甜汁,亮米醋,白糖,清水调配。 或用番茄酱,清水,如果是瓶装五柳菜里面的汁就是酸甜汁。 直接加热行了,加适量盐调匀,最后加入少许番薯粉勾线。 将勾建好的五柳直接淋在炸蛋上。 酸酸甜甜的五柳炸蛋就完成了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